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8年冬在安徽白毛岭农场 一年前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的徐洪辞 此刻已经接受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 寒夜中想起林行池学校说过的话 他偷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徐洪辞写信给母亲 要他到学校里找理书记 看是不是可以由学校出面 把他要回来 因为当年学校说过 去改造的话如果表现好 可以把他要回来 这话让徐洪辞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徐洪辞一直抱有期待 有一天自己还能回到校园 然而学校拒绝了他 1933年徐洪辞出生在上海一个买办的家庭 15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 18岁成为华东局青年干部 20岁参加全国清代会 受到毛泽东 刘少奇等国家领导的接见 21岁就考入上海医学院 如果不是1957年的那场变化 他将成为一名医生 成为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 在同学们眼里 徐洪辞当年红得发自 很多人都叫他老前辈 1957年命运突然一个大转折 就像很多人感到的突然一样 徐洪辞也觉得莫名其妙 1957年4月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鼓励大家大名大方 向党交心提意见 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气氛 并不热烈 没有人贴大字报 到了6月 医学院的副院长 主持召开全体党团干部大会 动员大家大名大方 贴大字报 并说第二天就要看到成效 动员会后 徐洪辞回到宿舍 有14个同学 讨拟了一份大字报 一共51条意见 第二天就贴出去了 这51条意见 有的是对党的意见 有的是对学校和专业设置的意见 例如希望大学多派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 不要仅仅派苏联专家 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英 是不是不必只学俄语 可不可以选择学日语 英语 德语 文中也涉及党内民主不够 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 1957年6月6日 51条贴出来以后 在学校内形成了一股贴大字报的热潮 6月6日对徐洪辞来说 是漫长的一天 也永远的记在徐洪辞心里 51条变成了向党进攻 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证据 苦闷的徐洪辞 只有向女友倾诉 他对女友说 自己已经被批判了 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 三百年以后见分晓 他说这句话是指的是对苏联的态度 对苏联盲目崇拜 他说的第二句话是 如果我在这待不下去 我就想出国 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 当时的出国就相当于叛国 给他最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把这两句话揭发了出来 当时幼派分为幼青 幼 中幼 极幼 徐洪辞被定为极幼分子 极幼中的极幼 被开除出党籍学籍 他成为少数的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幼派 1957年的经历 常常会复现在徐洪辞的头脑中 一年之后 向学校求助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徐洪辞动起来另一个念头 他要自己回到500公里外的家 上海 1958年12月14日凌晨 徐洪辞和同伴从白毛岭逃了出来 逃离监狱以后 他走了很长一段路 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 徐洪辞给家里打电话 结果暴露了自己 在发现他们逃走以后 监狱马上行动 上海方面立即对徐洪辞的家失实了监控 抓获以后 他被送回了白毛岭 徐洪辞觉得自己被冤枉 心中基于难平 徐洪辞从白毛岭第二次逃出 这一次 徐洪辞逃向了昆明 从昆明到卢水 他计划通过卢水越境到缅甸 卢水其实已经到了边境 但是根据原先老地图的记载 这里离边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解放以后地图改版啊 他不知道 居然大模大样的到食堂去吃咸肉菜饭 大吃一顿后 还大摇大摆的到理发店去理发 徐洪辞的头发又乱又长 穿的衣服又脏又破 眼神也有点异样 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 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 带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 特别引人注目 于是他在卢水热网 关押在卢水看守所 尽管已经有过一次逃亡被抓回的经历 但此时的徐洪辞依然不相信自己会在卢水看守所这个地方束手就擒 他有一种急切想证明自己的强烈冲动 强烈的自尊被激发起来 我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 他想到国外继续参加革命 用行动来重新证明自己 徐洪辞立即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次逃跑计划 卢水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 看守所的墙虽然厚 但却是并不坚固的土墙 徐洪辞决心在上面挖洞 他搞来一把不锈钢勺子 上海人叫条庚 不断地挖 土挖不动 他就向墙上撒点小便 让他松软一下再挖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挖出来的土被堆到床底下 多次下来 他庆幸既然没人发现 粗糙却并不坚固的土墙 经不起勺子日复一日的跑挖 挖洞的那一刹那到来了 下面的一幕是真实的 却极富戏剧性 当徐洪辞挖通了土墙 把手伸出去 正在兴奋之时 外面的一把叉子 插住了他的虎口 伸出的手 被外面早已潜伏多时的人 牢牢地抓住 他所做的这一切 已经被发现 人家早就等待这么一刻了 一年之中三次越狱 辗转七千公里 徐洪辞不但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 反而一错再错 1959年 美丽的中缅边境小城 云南卢水 逃跑的大学生右派 徐洪辞正在接受着一场审判 法官说 你是非法越境 如果没有这次 第三次逃跑的话 可能会判得轻一点 更可能就判得很轻 轻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要用你 因为你是医生 像我们边境落后的地方 太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了 你看 你懂多国外语 英语 德语 俄语 是不是 在我们这里 其缺 你还学的是医疗战业 比我们这里所有的医生强多了 你看看 你自己毁了自己 你想越狱 最佳一等 就这样 徐洪辞被判六年 云南遥望上海三千公里 逃使徐洪辞离家越来越远 六年星期宣判之后 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 其中 由丽江大盐农场和拉玛谷同框 逃也使他在别人眼中越来越坏 很多人议论纷纷 管教对他也没好话 对他的恶语接踵而来 此时 徐洪辞遇到了王金如 这是在大盐农场 徐洪辞没有想到 自己被调到王金如手下 居然是王金如把他要过去的 王金如说 这个大学生脑子火啊 聪明 很多东西都懂 特别是他有医学的专场 为什么不能到我们医务室来工作呢 就这样 按地把他要过去 王金如个子不高 见面第一句话 王金如就打着哈哈说 好你个逃跑大学生啊 人家都说你是逃跑专家 我看你还可以啊 你最不算打 你不就是逃跑吗 现在你跑不了了 在这里好好工作吧 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 是我把你要过来的 并甩下几句话 你到我们这里 医务室工作吧 发挥你的长处 我们缺的就是医生 在王金如手里 徐洪辞的工作环境 还很不错 王金如更不歧视他 他们还很聊得来 但随着王金如调走 他身处的环境开始恶化 辗转了几个地方后 他被安排到最苦的拉马骨铜跨 在这里他遇到了 另外一个管教队长 梁满奇 梁队长和他进行了一次 很恳切的谈话 很多人说你坏话 我看你不是 你只是处处有自己的思想 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而已 就是这样 但是在别人眼里 你是一个不服管教的人 其实我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 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好好工作 让我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这一席话 对徐洪辞有非常大的触动 在梁满奇手下 徐洪辞从事的是地质队的工作 这意味着他能在矿区周围行动自由 和一般犯人还有区别 徐洪辞觉得这是一种知遇之恩 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感觉 他没有再动一次逃跑的念头 我在他手里 六年就六年 徐洪辞回忆说 在王金如和梁满奇的感召下 徐洪辞安心复兴 六年里他时常想到父母 同学 还有那个揭发他的女朋友 他们在做什么 1965年 徐洪辞醒满了 他急切地想回家 醒满释放 释放应该可以回家 但当时的政策 却不让徐洪辞回家 监狱领导说 你不能回家 想回上海 徐洪辞说 我醒满回家 是很正常的要求 不行 就你这个恶劣的态度 继续流场 于是他变成了流场人员 这是那个时代 特有的一种人群 继醒满释放后 继续留在劳改农场 从事劳动的人 有一些有限的自由 星期天可以上街 去买点东西吃 每个月有为数很少的 一点工资 当然最大的不同 是自己有了一个 可以独立睡觉的地方 流场以后 徐洪辞的处境并不好 甚至可以说很糟糕 他被分到了管教 穆士琴的手下 穆士琴对他很有偏见 两人关系恶化 徐洪辞也不服软 一天半夜 穆士琴还开着喇叭 吵得徐洪辞没法睡觉 当时讲究喇叭的轰炸 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 徐洪辞被半夜的喇叭声 干扰自己 忍无可忍 于是冲到穆士琴的楼下说 请你把喇叭关上好吗 我们睡不好的话 明天没法工作的 这一下 他激怒了穆士琴 穆士琴觉得 这个人居然如此大胆 还不是公然向我叫板吗 所以文革一开始 徐洪辞的灾难就来临了 1966年文革爆发 他被第一批列入运动对象 运动不断升级 升级再升级 终于他被判刑20年 尽管徐洪辞逃跑 已经按照他该受的惩罚 服刑过了 但这些经历再次被列入罪状 这对他是一个无情的打击 徐洪辞觉得 我再怎么好好的改造 是无效的 是没用的 我再怎么听话 也是没用的 那时候 公判大会的形式 时常被采用 以起到震慑作用 在丽江民主广场的 万人公判大会上 他被乌花大绑 游街势中 甚至被踢打 枪托砸 徐洪辞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幕 徐洪辞开始绝望了 刑满释放三年零七个月后 他接到报信 刑事对他非常不利 并且有生命危险 1969年 徐洪辞被安排在 丽江五零七农机场 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 监狱长叫李光荣 李光荣对徐洪辞三次越狱的经历 了如指掌 对这样的人 他早有看法 在李光荣眼里 徐洪辞是个足智多谋的人 有自己的主意 动手能力很强 大家都叫他智多心 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 他视野开阔 知识面广 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例如 犯人的鞋都很臭 人人都讨厌臭鞋 怎么办 徐洪辞说 很简单 拿白酒含一口 往臭鞋里一喷 臭味就没了 大家说 你真是神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还有 犯人的毛巾 都硬得像刷子 像皮革一样 怎么呢 把它变软 他也觉得很简单 在水里烧一下 点几滴醋就好了 这都是他以前学生物化学 理科的一些知识 他不但会学记忆好 还会联想 并且善于活学活用 有种学以致用的本事 这样上面很恨他 很忌讳他在犯人中的威信 但是也正因为他很高的威信 就有人为他通风报信 在监狱里犯人是无所不在的 有烧饭的 有在医务室的 还有理发的 他们这些人都有机会接近监狱手掌 知道很多内幕 于是一天 有人突然冒着风险告诉他 关于你的报告在起草中 说你在组织大家乐意 组织暴动 这可是李光荣 对你下最后的毒手了 暴动的报告 如果送上去的话 就是枪毙 看来 这只是要置你于死地了 徐洪辞知道 他和李光荣之间的冲突 已经不可调解 凡是打暴动报告的 没有活的 在监狱中 暴动是罪犯计的 要置你于死地很容易 就说你搞暴动 就知道自己死期到了 当徐洪辞再次动起逃跑念头的时候 他想到了之前的两位管教 梁满起和王金如 他曾对两位管教发誓 要好好改造 再不逃跑 到此时此地 不走就是等死 为了能活着走出去 徐洪辞开始准备故作 他对自己说 我要证件 得保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 必须要有单位来说到哪里去 然后盖个工章 我因为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东西怎么弄呢 学生时代 徐洪辞已经练就了一首非常漂亮的放送艇 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他想活字印刷是活字 笔画为什么不能是活的呢 汉字是由笔画组成的 如果把这些笔画刻成一个个小小的图章 要用的时候把它们组合起来 不就成了字了吗 汉字无非就是点横撇那 直弯勾 五六天刻个点 五六天刻个横 就这样刻 他居然成功了 用这样的办法 他撕刻了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 这几个最简单的字 这几个最简单的字 这就发不等了 稍微交易 就有关的 这件事 我应该说